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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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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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额娘 孩子 你不愿我从下把你送出去 我想 额娘有不得意的苦衷吧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好懂事啊 额娘 这个是额娘亲手为你缝制的衣服 可惜你一天都没有穿过 皇额娘费心了 你是皇家的格格 你应该享受到爱新觉罗家族的威严 应该享受到无可比拟的荣华富贵 可惜你流落到民间 额娘终究还是对不住你 额娘 您别这么说 虽然你还流落到民间 但是爹娘都很疼我 如果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其实我还是那个快快乐乐的云娘 有兵可不住 我以为你选择 我以为你挂折 小姐 还不住 我以为你 我以为你 能不能反折 我以为你 他继承大统 你怎么恩 其实 我也是为额娘着想 万事应该以大局为重 不能一小失大啊 这件事情你不说 额娘也会明白 可是太子他现在还糊涂着 太子殿下求见 与皇额娘请安 起来说话 谢谢皇后娘 明女叩见太子殿下 姑娘请起吧 皇后娘娘 那我今天的戏 就先讲到这儿了 明女告退了 好啊 那就有劳秀京姑娘了 好啊 那个余娘查到夏罗苗 回王爷 查出来了 余娘还在宫里 连同同庆的戏班都没有出宫 这个姑娘 胆子真大呀 宫里发生了这么大的险阱 她还能在宫里待得住 真不愧是四哥的女儿 帮我继续看着她 我们下面的戏 全得看她 那个奶娘的情况 有进展吗 还在交涉 这个奶娘比较小心 不好弄 原谓才死鸟未失亡 你们办事情啊 要少得花点本钱才行 实在不行的话 就查查 她老家还有什么人 通通给我抓起来 我就不相信 她不听我的脸 是 好 还有 我刚才已经吩咐账房 给你们准备了些银子 京城不比锦灵啊 花钱的地方多的是 等会儿自己到账房去拿吧 谢王爷 王爷日理万机 还能如此周到 我等愿为王爷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好了 好了 少拍马屁了啊 去吧 是 太子殿下 还会来给额娘请安啊 额娘还以为 太子殿下长大了 这翅膀硬了 早就不把额娘放在眼里了 皇额娘何出此言 还请皇额娘明示 你不明白 我看你是明白得很嘛 皇上刚刚驾崩 你就违背了他的旨意 背着本宫 去请十四王爷回京 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请皇额娘息怒 儿臣以为 不管怎么说 十四叔是皇阿曼的兄弟 是儿臣的长辈 宫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应该知道 额娘相信 你也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了 但是 额娘想要告诉你的事 你虽然不是额娘亲生的 可也是额娘 一把屎一把尿的 把你养大的 你要记住 额娘是不会害你的 可是有一些人 那就不一定了 皇额娘 你是说十四叔会害我 这不可能 他是儿臣的武功师父 皇儿很了解他 他不会这么做的 老话说得好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一点 你一定要好好的 向你皇阿玛学习学习 儿臣仅遵皇额娘教诲 但是 时事不同了 皇阿玛的那一套 也该改一改 时候不早了 皇阿娘早些歇息吧 儿臣告退 儿大不由娘啊 难道这是报应吗 殿下 奴才参见太子殿下 何启刚 本宫让你打听的事情 打听得怎么样了 打听清楚了 昨个儿呀 几位王爷 贝勒们 聚在和亲王府 商量着 怎么把师父篡位的帽子 扣在殿下您的头上呢 哼 瞧你说的云淡风轻的样子 你也是等着看本宫的笑话吧 没有没有 从小也 没有